你现在看到的是1940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上海街头进行巡逻的场景 1937年松户会战爆发 蒋介石调动兵力约70余万人 包括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 与近3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 在上海一带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松户拉锯战 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 战争场面甚为惨烈 中英双方实力落差太大 坚守的中国军队不得部分批撤出战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宣告沦陷 从这一天开始上海进入了历史上长达四年多的孤岛时期 所谓的孤岛指的是当时上海除了属于日军势力范围的虹口和阳浦两区以外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区域 因为日本此时还没有准备好和欧美各国开战 所以日军尚未进入 因此这个区域形成了四周都被沦陷区所包围的近况 形似一个孤岛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12月8日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于日本之首 上海全部沦陷 孤岛时期结束 现在的镜头是位于上海的外白渡桥上的景象 外白渡桥是连接黄浦区与虹口区的过河通道 可以看到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正在要求过往的人员出示通行证 自上海战事爆发以后 上海的交通和工商业寂静瘫痪 而苏州和溢水之隔 一边是炮火连天 一边是声歌打蛋 大量的难民开始不断地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租界内的人口暴增 此时这一区域的市政之权 掌握在租界内的公布局手中